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說 有一成網月樓雖然有安裝空氣清新機 但安裝的位置未起到淨化作用 造成食客間的傳染 他又認為教育局應該為學校 就空氣流動制定指引 其實那間食肆都做得不錯 因為它已經裝了很多空氣清新機 不過全部都裝在天花板上 上層空氣就有淨化作用 但對於下面看那些食客 他們吃東西的空氣未必有淨化作用 裝空氣清新機 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令那些空氣流動 我相信這次有這個情況 有些位置是死位 即是說那裡的空氣流動是很差 在一個情況沽染了空氣 就會在死位聚集 關於空氣流動這個情況 和空氣清新的情況 其實不應該只在食肆 或者那些18個表列處所那裡進行 譬如學校應該做得好很多 因為每年我們都知道流感爆發 在學校是很嚴重的 所以這件事我暫時都沒有聽到 教育署那邊提出一些很清楚的 不僅是指引 因為我們知道如果學生 他們有群組爆發 在學校他們會將病毒帶回家裡 而家裡也會傳給老人家 以致老人家因為這樣可以受到很大的傷害 勞工及科力局局長羅志光說 近兩年外用數目不斷下跌 有類會影響勞工市場和整體經濟復甦 羅志光在網站說 外用人數在兩年間減少大約5萬個 若情況持續 部分港人可能因為要照顧家人 需要離開工作崗位 影響勞工市場和本港整體經濟復甦 在防疫的大前提下 又需要增加外用來港的名額 當局正與合適和有意成為 外用指定檢疫設施的酒店盒箱 期望短期內找到新的檢疫設施 但短時間內來港外用人數 仍然未能大幅回升 羅志光有期望 新一年可以盡早通過落實取消 強積金對沖 加強軟射質素規管 保護兒童和保護職安等等的立法工作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預料 如果外圍環境沒有顯示惡化 而本地疫情可以維持穩定 本港今年的經濟會繼續處於增長軌道 陳茂波在網上指 市場普遍預期外圍各主要經濟體 今年會進一步復甦 但疫情發展是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形容Omicron變種病毒來勢洶洶 多地政府加強防疫措施 和收緊旅遊限制 或者會拖慢環球經濟增長 本港經濟復甦的廣度、深度和速度 仍充滿不確定性 他會在下個月底發表的財政預算案時 公布今年經濟預測 陳茂波又說會積極有為推動經濟發展 例如昨天正式生效的兩項制度革新 包括特殊目的收購公司上市機制 和優化在港第二上市制度 力求進一步鞏固金融服務 優勢產業的領先位置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形容 今年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之年 勞工及科力局長羅志光擔心 在疫情下家庭用工短缺 會影響勞工市場和經濟復甦 踏入新印一年 官員怎麼看本港今年的經濟發展呢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上說 香港國安法的落實 加上完善選舉制度 和落實外國者治港原則 香港邁向梁正善治的新階段 積極加快推動經濟建設和發展 他說市場普遍預期 外國各個主要經濟體 在今年會進一步復甦 將會為香港出口提供支持 內地經濟即使近月面對下行壓力 但基本面堅實 只要本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經濟一定會得到更多的增長動力 和發展空間 他形容Omicron變種病毒來勢洶洶 多地政府加強防疫措施 和收緊旅遊限制 或者會拖慢環球經濟增長 本港經濟復甦的廣度 深度和速度 仍然充滿不確定性 會在下個月底發表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公佈今年的經濟預測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 就在網上提到 外用人數在兩年之間減少大約5萬個 擔心如果情況持續 部分港人可能因為要照顧家人 而需要離開工作崗位 不單只影響勞工市場 也可能阻礙整體經濟復甦 在防疫的大前提之下 又需要增加外用來港名額 當局正與合適的酒店合商 期望短期入面找到新的外用檢疫設施 但來港外用人數 短時間入面仍然未能大幅回升 由一城望月流再多個食客 昨天初步確診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 食肆已提供信用卡消費資料 協助當局追蹤食客 另外進入食肆等的廚所 必須要至少打一針的措施 可能在今個月下旬落實 望月流群組增加到4個人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 最新染病的食客 和早前確診的機組人員 在同一個時段用線 雖然雙方為治傷他較遠 但確診的機組人員 座位比較近門口 不排除店內有短途空氣傳播 較早前那些專家都有說 即是一個短 叫做short range 即是airborne transmission 其實都已經是有的 最初那個機組人員 和他爸爸坐的位置 其實都是比較靠門口的 所以可能是有些人 他去走的時候 他都會經過的 當然沒有一個所謂的面對面接觸 但是這些情況 我們都是密切留意的 陳肇始說 同時段的食客都要送往檢疫中心 食肆已經向當局提供 用信用卡消費的客人資料 當局已經追蹤到大部分食客 對於政府計劃 農曆新年之前擴大疫苗氣泡 進入食肆等表列處所 必須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 被問到何時生效 陳肇始說未落實 不排除是今個月下旬 這個計劃 現在就是在農曆新年之前 因為我們都要給一些時間 他們去準備 亦都要給一些時間 大家去打針 我們其實就每14天 大家都會留意到 我們都會有些公佈 現在的社交距離措施是怎樣的 當然我們接下來的 就是6日會有公佈 這個我想是太急的了 那就不會 我們再下一輪就會是20日 陳肇始又說 一旦爆發第五波疫情 本地的檢疫設施 很大機會不足夠 不排除要居家隔離 當然如果是 我們較早前 我們的防疫抗疫 都是有一些可能在原位 就是要不可以出來 在一些家裡 另外有些就搬去一些檢疫中心 所以我想都要利用 所有的方法去處理 可能到了有一天的時候 是不是需要家居的檢疫 而家居的檢疫是會怎樣做 要有什麼配套 其實我們都已經是有一個傷口 至於今次的疫情 會不會影響和內地通關 陳肇始則說 多務之急是要處理好本地的疫情 但是通關的準備工作 仍然會繼續 無線電視記者林俊謙 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認為 望月流出現Omicron空氣傳播 可能和空氣淨化機擺放位置不當有關 他又說 除非社區有源頭不明個案 暫時沒有需要收緊防疫措施 根據政府資料 全港大部分食肆按規定 換氣量達每個小時至少六次 或者是安裝了空氣淨化設備 以減低新冠病毒傳播的風險 不過Omicron變異株 在有一城食肆望月流 仍然可以空氣傳播 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 在本來節目講清講楚說 相信和食肆裏面有空氣流動差的死位 和空氣淨化設備擺不合物有關 建議當局優化相關指引 其實那間食肆都做得不錯 因為他已經裝了很多個空氣清新機 不過全部都裝在天花板上 上層空氣就有這個淨化作用 但對於下面 真的那些食客他們吃東西的空氣 未必有淨化作用 始終很多食肆的員工 他們都不太明白 空氣清新機的有限性 是需要加一些裝一些風扇 令到那個上層下層 或者各個方向的空氣 能夠有流動和混合 他相信第五波疫情有機會爆發 當局只可以盡做 他建議機組人員抵抗之後的檢測 應該加密到一日一檢 他說現在最重要的是打針 對於有Omicron個案 確診前兩個星期 已經打第三劑的復必泰 他強調疫苗不是防感染 而是防重症 成本效益很差 不是的 因為你今天有Omicron 再過幾個月 你怎知道會不會有另一隻 出現是Pi 出現Pi可能會侵害你的肺部 那時候你都打不及 因為你打完三針 你要成七個月而已 日後是否要永久打針 袁國勇說不知道 但相信打針的頻密程度 有機會逐步減少 也都認同世衛有專家說法 今年內疫情有可能完結 各種已經是接近三年 如果去到明年年尾就是三年 大家記得1918年 西班牙流感 都是三年結束 原因是因為三年之內 他是自然感染 因而有免疫的 就已經發生了 或者他是打了三劑疫苗 也都發生了 或者那些本身有長期病患 或是年紀老的 他們要過世都過世了 很多時候在第三年 疫情通常都結束 這是差不多外界的紅色的基本上